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 廣版國安法 其實通過之後 很多人都會覺得裏面的條文很辣 很危險 也有很多在外國的朋友 又或者在外國的政府都覺得 香港如果行了法例 很多經過香港的人 例如香港機場轉機 又或者乘搭國泰航空 有香港註冊的船舶 又或者是飛機 都可以行使逮捕權 令到很多人就對香港 尤其是加拿大 澳洲率先發了旅遊警示 提醒國民 不如前往香港 也會有很多外國人覺得 哇 你們那個 法律 原來可以伸去向全世界人 開刀的 原來可以拘捕全世界的人 或者檢控的 這樣是令到很多人很擔憂 最新 有一件事 而來 其實就不是現在的 以往也是發生過的 我們之前看到 例如桂民海 在澳洲 在泰國 曼谷被人劫了去柬埔寨 之後再由公安直接帶回大陸 香港 李波也是 被人在柴灣綁架 然後夾回大陸 在大陸認罪 我們 還有很多單位的 蕭建華很明顯就是在四季酒店被人劫走 那麼其實 公安 在很多地方都有進行這些活動 其實以東南亞為主 如果你去到歐洲 或者澳洲那些地方 從來都好像沒聽過有公安 直接去這些地方綁架人 但是 他們會用甚麼手法呢 不是綁架 是 軟硬兼絲 哄他回國 自首 最新呢 有一宗 案件 就是這個90號的華裔少女 在澳洲抗共 她就在Twitter成立了一個帳戶 主要是嘲笑習近平 然後她的父母呢 就受到威嚇了 也都 也都哀求她 你夫妻多可賤年啦 你想爸爸早點死呢 你就繼續啦 如果你不想爸爸早點死呢 你就回來自首啦 威逼他 回中國自首 那麼他就說很擔心 但是不會屈服 好了 我們說這件事之前 大家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 Facebook Twitter Share 訂閱頻道 月費贊助 加多讓外 大家 要幫幫忙點擊我們那些 不夠10萬view的節目 幫忙 將他 達上10萬 因為20多人 訂閱的頻道 那就不是那麼好看啦 我們說回這個內容 他說 反對獨裁政權是每個人的責任 身處澳洲的90後中國籍女生 Soo 應該是一個動物園 其實他們改的名字有時候也很古靈精怪的 就這樣認為 他去年 開始用一個小有名氣的Twitter帳號 批評 諷刺習近平 最近被中國當局發言 國保乃至家人懸硬劍師 威逼他回國認錯 在普世價值 與不討悟情之間 他果斷選擇繼續發聲 也等於選擇了流亡的生涯 當中自有一番堅毅 也有不少 也有少不了痛心與惆怅 對不起 我習近平正式宣布 向全世界人民道歉 經科學驗證 新冠病毒是從我身體內 親自傳播出來的 並通過習近平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經由一帶一路 向全世界散播 這段文字配上了一張習近平染病難免的改圖 出現在一個名為習近平 簡體字來的一個雜字 好像一個雕字 習近平 at fake news of China Twitter帳號上 這個帳號正由 去年底 註冊 並親自管理 這類 搖滑脆味的鐵文為習近平贏得愚蠻粉絲 用匿名身份以習近平暢所用言 全部顧忌反駁中共 也許是書 體現其響往及追求之普世價值的過程 除了做鍵盤戰士 他去年10月底也曾前往香港 以坦克人為造型 參與其中一場 反眾中遊行的 運動的遊行 也曾於墨爾本 組織了兩場悼念武漢肺炎疫情 吹售人李文亮醫生的活動 引來網絡小粉紅的圍攻 參與活動時 書 戴口罩 披頭巾 防止被人認出 然而 中共的魔手無遠忽解 今年4月底 家鄉安徽合肥的國寶 發現了他的真身 指控他煽動海外華人抗爭 侮辱習近平 父母受諸年 多次進出派出所 他由始至終也拒絕交出習近平的帳號密碼 掘強且直率地表示 如果我真的給中共密碼 會讓中共認為自己是真的很囂張 祝國可以伸到海外 不能讓中共佔這個便宜 這句說話 說得鏗鏘有力 中共真的便宜 他也向記者稱 自己有設想過 被中共查到真實身份 但沒想到這麼快 猜想 要不給屬人舉報 要不中共通過一些技術手段查到 父母在這兩個月來多次在微信向書課說 希望他改邪歸正 你千萬別給人家利用 千萬別給人家當炮灰了 這個習主席 多好的一個領路人 他 你要是做反黨賣國的事情 我就向公安局舉報 我就說公安已經知道我了 舉報遲了 他益術父母 用失去時效性的威逼與勸告時 不禁撫笑起來 被國保抓到的兩個多月以來 Zoom的情緒不大穩定 這個帳號習近平 5月份整整一個月沒有更新 中共當局則繼續滋擾他的家人 他沒有退卻 反而是頂著萬般壓力 接受八九民運領袖周峰所邀請 以真面容參與今年六四三十一周年的視像演講 他當時談到 與六四那一代人的相比 我們已經很難覺得自己是整個國家的主人 我們共同承受了世代的努力感 以及暴政帶來的集體創傷 蘇松小就 感覺到中共是一個邪惡的政權 他高中懂得翻牆後 這種感覺就獲得助證 當中 六四鎮的畫面給他最大衝擊 他向記者細說 我去過北京 小時候家人帶著去 看到長安街上很祥和 大家都在拍照畫面 當時說一起看星旗 沒有想到大街上幾十年前發生過鎮壓的一幕 在自己走過的路上曾經 竟然被鮮血染紅了 有人被坦克展過 被子彈射殺 這星畫面 在心目中印象非常深刻 自然從小就教反叛的書不偉言 犯不著 國保上門抓入 與父母的關係也存在很大的痛苦 我父親是一個研究黨史 習近平理論思想的學者 他非常支持共產黨 這個我要打算他 那麼支持共產黨 為甚麼把女兒送去澳洲讀書呢 分明就是不支持共產黨 口裡說不 身體很誠實 好像原木一樣 原木反美 但是女兒就去美國 移民 在他的成長過程中 他接觸到一些 杜貌岸然的官員 卻對他們束手無策 每日力量刺穿他們的虛偽 當時我活在一個很抑壓很痛苦的氣氛當中 氛圍當中 儘管蘇明言與家人在價值觀有巨大的矛盾 骨肉相連之情總是難以割捨 中共牢牢掌握著這些人性的弱點 89民運領袖黃丹就表示 1989年之後大約20年 中共常派警察威脅他的家人 他接受記者採訪每日 父親再被叫到警察局 他本人的微信帳號也被關閉 事態開始嚴重起來 當局要加大力度讓他浪子回頭 為他偏向虎山行 一口氣接受蘋果日報 美國之音等多家媒體訪問 家鄉兩位警官得識他的上茅 被美媒曝光後老騷成怒 網民對他的勇氣欣賞有價 但同時千萬丁中不要回國 家人受到持續騷擾 想過退卻嗎 記者問到 一向反應敏治的書 頓了一下 給自己騰出一點思考空間 才說到 退卻的感覺 是指心理狀態 有時候覺得很孤單 就想把自己藏起來 所有人都不理想 退卻的感覺也是經常有的 我只是很普通的人 並不沒有 很多人說那麼勇敢 怕除了遠景之外的人 找到我家裡傷害我的父母 本月四日 宣作推特寫道 從此我與中國的親人斷著一切來往 我的一切言行與他們無關 讓他痛苦的不僅在他 與父母分隔二地 還有與中國那片土壤徹底分開 宣語氣略大消沉 我是非常喜歡中國的 中國小說 美食 我有很多朋友在內地 我覺得未來我就是漂泊 一半只成為一個流亡者 如果我想寫一部生活在中國大地的小說 很難接觸到 大陸真實情況 我想拍紀錄片為五人 這些以後沒有辦法做到的了 加上在澳洲生活不習慣 這通通需要重慎適應 海外流亡者都有著一種非常孤獨 可能被孤獨的心境 以及與家人隔離 這種矛盾是長期的 書很清楚 但並不後悔 正確的事情就得做 我性格就是這樣 不會因為中共強權而妥協 以後可能會寫書 或者去拍攝影片 但這些都需要更長的計劃 所以目前還是選擇更加多的集會 活動去連結更加多的人 在中共加持下 宣作海外的關注度大增 個人Twitter帳號 粉絲數量已經達到2萬人 比習近平高出一倍有多 而且粉絲人數還在快速增長 港區港版國安法出台後 整個局勢急速惡化 反抗極權者 千脈相連 他很擔心香港的情況 希望澳洲政府何給港人庇護 也不 也不忘寄予此治留港的手足 中共鬥爭是一個很長期的過程 希望手足可以保持着實力 還時得注意安全聯合起來 手足一定要加油 不要放棄反抗 一定會迎來光明的天 好了 這篇文章 是一個訪問來的 是一個蘋果日報訪問 其實呢 他父母 老爸 是研究這個共產黨史的黨史的人員 他應該明白共產黨有 有個八字真言 坦白重寬抗拒從而 其實這個字 大家要理解 真的要認真要理解就是 對於共產黨 坦白重業 抗拒從寬的 從來都是 你只要你一承認了就糟糕了 所有的鬥爭全部都在你身上 所有的壓力全部往你身上推 以往 只要你不承認 都還有機會頂住 但是只要你承認了 所有的壞事就要找你了 所以 這句話是文革時代 最流行的 大家記住 一定要反過來 這個就是對共產黨的解答 而 當時為甚麼公安一知道他的容貌暴了光 就大為憤怒呢 因為他不可以在私底下 勒索 或者去恐嚇 所有東西爆了出來 暴了光了 公安 亦都不敢去恐嚇他 會可能去搞他家人 但是如果他跟家人 已經徹底斷絕來往 你就去搞他吧 父母還定老爸都是共匪來的 該死吧 你們砍死他吧 不關我事 那麼公安呢 就可能未必會搞他老爸 如果他老爸和老母在大陸向黨表中 聲討這些 五役女 他還會在黨內 或者得到政府的 看護 加持 成為一種人版 這些人 生出的五役女 立即 跟他劃清界線 這些是進步的表現 還可能會得到獎賞 所以 大家要懂得應對這件事 這位呢 原來也是手足來的 所以我們這節 特意向他祝福 你要堅持著 我們有很多同路人的 拜拜 拜拜